新疆队这个赛季 还没有输过球 当然球队呢 其实对于小维员费尔德的这个表现 也不是完全的满意 因为上个赛季呢 其实在季后赛总决赛阶段 明镇换了费尔德 费尔德其实打的是非常的全面的 就是能够去组织球队的进攻 需要他慢的时候他能慢下来 但是呢 就是因为这个赛季 其实费尔德身后有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就是这个克拉克 虽然说这个克拉克这边呢 还没有这个完全的伤愈 但是费尔德总是感觉说 我后边有一个外援准备替换我 我得打出好的数据 所以有些比赛费尔德会显得有一些 这个出手比较盲目啊 出手机会不好 但是今天这个比赛啊 我相信俱乐部也跟他说了这个厉害关系了 因为两支球队一个排第一一个排第二 所以呢 咱们主要也关注一下新疆队里边费尔德的表现 因为新疆队其实这个赛季 他走了很多能够持球的运动员 费尔德一场比赛可能要打比较长的时间 中间呢会让曾凌旭或者希瑞临时替一下 但是主要的控球的人员还是费尔德 中圈 跳球 相赌 好 这边比赛开始 新疆队是拿到了第一波的进攻球拳 看个第一攻啊 广东队里边的还是手听人 易锦联队周琪 周琪和可兰白克好球 这个比较罕见啊 大个持球和风险球员打一个挡拆 是 广东队里边呢也是想抓对方立足维稳 但是出现了一个传球上的失误 今天比赛上来就好看啊 这两大现役国手 易锦联跟周琪的直接对位 这边 吹了费尔德的进攻犯规 对 两边一上来啊 一人一个失误 看一下对胡明轩 有一个挂住胡明轩胳膊的动作 对 易锦联这边呢给马上做无球掩护 过来接球 马上布鲁克斯 这个果兰来防马上啊 其实横移身高是够的 但是横移速度上要慢一些 过来之后 哇 新疆队今天打得很快啊 低脚上球很快 可兰白克在这个外线发炮打得很坚决 对 投了一个长两分 因为我们知道上个赛季呢 杜峰知道重新带回广东队之后 他所强调的就是打快 抓衔接段快发体现球 所以今天呢 你看新疆队里边是不是有意识的 就是我也和你打一打这个快速的进攻 一定是这样啊 其实阿迪江指导呢 改造新疆也是从快做起的 来 单打 这个球怎么判罚呢 对发了余长栋的防守犯规 这边呢 有一个质疑 就是任俊威这个 应该是右手啊 挂余长栋这一下 会不会有一个过度的 这样的一个进攻动作 对 阿迪江指导也是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看一下 最终的判罚呢 仍然是余长栋的防守犯规 任俊飞获得两次罚球的机会 是 余长栋呢也是为新疆队效力了整整九个赛季了 在这九个赛季当中兢兢业业 陈正飞呢随着这个夏天的世界杯之旅啊 虽然给他的上场时间不多 但是呢 感觉回到联赛之后 个人的竞技状态 或者说个人的主动性要比之前更强 是 他之前呢也是因为伤势啊 一度错过了国家队集训的这个时间 但是最后作为救火队员啊 入选了名单 其实对他整个篮球职业生涯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 对 余长栋进来之后呢 这球第一手上篮不中 球是被广东队碰出了底线 广东队啊 他在首发阵容中呢 胡明轩和赵锐两个球员 都是移动性非常好 年轻 速度快的球员 所以这个能给对方的持球运动员啊 尽可能的制造麻烦 叶连把蓝本球拿下来 底角 胡明轩的突破 再给到任俊飞三分九 五号球 就是在面对周琦补防的时候 投中了零度角三分九 是解除了零度角三分九 抽琴 好球 好漂亮 犯规了 但是你看今天两次了 就是说第一个那个周琦和可兰之间的挡拆 那就不应该当做一个意外了 或者不应该当做偶有所谓 这个可以是 可能是阿俊江指导里边 特殊布置的 就是一旦易建联对周琪 可以打周琪和自己 小个球员之间挡开 把周琪拉出来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是去消耗易建联 第二个好处是把易建联 从篮下的防守区域 调到三分线以外 没错 而你看这两次都是周琪 从右路的突破 那易建联防守要注意什么呢 注意防一防周琪右路的突破 对 放一放左边 因为中间的突破威胁太大 牛角 马上挤过来 外线直接触手就球歪了 周琪拦不牛 对 下面的于长斗顶得也不错 过啊 顾米娟压迫式防守 做得真不错 最后一秒过了半场了 正面挡拆 犯规 顾米娟 其实过来之后 倒是没有必要再往上贴这一下 是 什么叫松弛有度 因为你已经进入到裁判盯着你的区域了 就是说在裁判眼皮底下的时候 你这个动作要收一收 前面防得特别好 包括咱们上一场比赛转辽宁 其实高诗炎也是这种情况 就是说我其实球队的目的是你去消耗费尔德 迫使他出现失误 但是他没有出现失误的时候 你回来正警房 就没有必要说再贴得那么紧了 上篮了一下手感没有处理好 哦 十时期 从文中游戒军军 边线球 是可兰把球捧入了边线 红军 加油 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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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places敌人 凶硬 好球 拖左路坐了一个犹豫步 停顿了一下之后再一个加速 对 敬 synchron full �达出分 底角这边可兰的三分球 漂亮 第二个三分球 两投两中 刚才那是一场两分 两分 你看这是广东队 就是广东队底线球发的非常快 你在比赛中 但凡有那么一点 假如说我进了球了 回来曼悠悠退房吧 他准会利用这个来打击你 沈尔德不分外线 可兰白 这边是阿布莎拉姆三分球 推进的速度非常快 赵瑞 直杀篮想 漂亮了 左手的上篮 造成了阿布莎拉姆的犯规 2加1 他这个技术非常非常的细腻 做了变相误导之后 加一个体前变相 再来看一下变相误导 加一个收球之后的一个变相 从右路杀到了左路 最后上篮 对 最后终结这下是左手 我特别喜欢赵瑞 每次进球之后他的表情 就要配一个BGM 什么TX风云那个感觉 这球没进之后 得减连把前场篮盘球 拿下来之后也没有投中 沈尔德 这球一开始的意思 可能是想挂胡明轩造犯规 是 但是投进了 胡明轩给易建联 易建联起飞 造成了于长洞的犯规 那这样于长洞已经是个人第二次了 这是今天易建联第一次出手 选择一个个人的报告 第二次吗 第二次 刚才你中距离没进 当然这个不算 现在易建联还是一投零中 但是这被犯规的球不算 起跳距离非常的远 虞长洞呢是一名汉将 绝对不会给你有轻松上篮的 或者是轻松扣篮的这样的机会 对 易建联的第一阀命中 看一下虞长洞这边两范之后 新疆队应该是准备换上范子明了 广东队这边的内线是准备上曾凡日 哎 阿日要上了啊 阿日一上 都知道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易建联罚中两球之后呢 下场休息 这个和上个赛季广东队啊 使用易建联的这个方式是很一致的 就是我尽可能的去切碎他的上场时间 不让他连续在场上打太长时间 是 打了三分多钟 哎 哇 沈尔德就要投了 哦 周期高度 哎 曾凡日呢虽然是补到位了 但是确实高度上差一块 哈哈 我特别看了一下杜丰之导 在阿日犯规之后 杜丰之导跟阿日说你要去顶人 去顶抢篮板 哎 但是这个球吧 我倒是觉得 曾凡日责任不大 嗯 他已经做了他该做的 对对对对对 也做了他能做的 对 能够到周期这么高的高度 哎 刚才换换到 应该顶周期那个人啊 是赵瑞 曾凡日是鼓过来的犯规 哎 两发一中看篮板 周期呢作为投来人啊 心里有数 哎 没记 反应速度很快 直接去冲这个篮板球 而且这球呢还是造成了一个前场球的机会 是 但是必须要说啊 新疆队第一节 双方都是单板员 真正考验他们的是第二节和第三节 对 周期 第一位打任俊飞 没站稳这球 好 任俊飞成功的防成了周期 哎 这这小个防大个 哎 哦 这是这样设计的 阿日 啊 出来任俊飞正面的三分 没有 曾凡日上场之后表现的不错啊 看一下反击 阿布图沙拉木的上篮造成了广东队的犯规 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英俊的脸 哎 对 那这样任俊飞呢已经是 也是个人第二次了 嗯 这个其实对于双方来说消耗都很大呀 是 余长斗和任俊飞是双方各自在内线非常重要的球员 阿布图沙拉木呢 场均能够贡献17.7分 7个篮板和2.2个助攻 哎 自己也说了 这个目标要竞争这个赛季的MVP 今天阿布图沙拉木的手感不好 两罚不中 这个在他比赛里很罕见 赵瑞 周琪防上来了 哦 这边 错位 哦 出了底线 这是广东队前掌球 是 刚才那换防 周琪防到了赵瑞 但是呢 没有让赵瑞接到球 对 哦 西日立江上了 周琪今天第一节比赛呢 他的这个防守啊 以及篮板球积极性还是很高的 运动员心里啊也都有数 这比较重要的一场比赛 是 西日立江呢是换下了阿布图沙拉木 马上 马上 这边 哎 一个不好的防守习惯啊 曾凡志 漂亮的篮板球 这已经是他的第二个前程板了 对 刚才范子明呢 刚才范子明呢 刚才范子明防这个马上是一不好的习惯 你不能屁股对着持球运动员 晃起来 马上布鲁克斯这个节奏啊 异于常人 确实是进攻万花筒啊 过来之后菲尔德的冲击 再一次造成了广东队里边的犯规 哦 任俊飞第三次了 任俊飞个人第三次 嗯 还没打到一节一半的时间 对 这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没错 啊 贝尔德这次的杀伤非常值 哎 17比12双方进入到第一节比赛的第一个暂停 好 我们也是先回到演播室当中 我们这个时间段呢 先把时间给到悠悠 是的 敢梦敢当 CBA跨入到第25个赛季 本赛季呢 达到了第七轮了 各支球队上演了精彩对决 欢迎各位呢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呢 来这个微信当中搜索 并关注到直播王 在这里呢 可以提前了解到这个CBA台前幕后的故事 可以知晓到各类比赛场次 以及获得精美的MV和海报 欢迎各位关注 同时呢 也欢迎各位来微信搜索 并关注到的是腾讯CBA 回复我爱CBA呢 参与互动即可来获得精美礼物了 还是把时间交给两位老师聊下比赛吧 好的 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7比12 进入到了第一个暂停 5分的差距 这边可能对于广东队来说 虽然领先5分 但是任俊飞的三次犯规 可能会为这个比赛买下一点隐患 对 就是犯规会多 但是其实新疆那边余上中 也是两次了 今天就是体检中开局 两边就是强调防守嘛 强调防守 然后这个新疆这边呢 其实手感 这个进攻手感还没投出来 广东这边呢 没有比新疆好多少 所以今天确实这双方 防守是互相钳制对手 没错 今天可以看到 开局其实两支球队的球员 在赛前也都说了 我们今天这场比赛 最关键的还是 我们首先要展现出自己的强硬 然后就是我们要从防守端做起 目前为止17比12的这个比分 相对来说 我们看到新疆这边 更多的还是可兰 外线的两颗三分球 其实就已经达到6分了 我们这段时间也是 把时间交还给前方 继续来看比赛 第三次犯规了 这个对于广东队来说 影响是挺大的 任正非下场换上杜仁旺 杜仁旺呢 本身他的这个打法特点 他是个投手 他没有任正非在比赛中的 就是作用那么多 任正非能侧应球 能防守 然后这个外线也能投篮 但是杜仁旺呢 基本上就是投手 还有一个什么 杜仁旺现在身上有伤 所以就是这个伤病呢 有可能是影响他在比赛中的 这种灵活性和速度 是 一段时间要看他去顶周琦 能不能顶得住 对 包括范子明 反正周琦 范子明挑一个 是 上来还是打牛角 曾凡日往蓝下顺 这边形成错位 这个节奏 马上像跳舞一样 漂亮 厉害 你看 把拜佛动作 拜成了跳舞的那种感觉的 也就是马上布鲁克斯了 对 拜完之后啊 没往前走 还是想寻找一个三分球的机会 这边 希尔里江给周琦做掩护 周琦出来 挡拆 周琦强突利用身高 好球 今天周琦突右路啊 突一回乘一回 要不然就自己得分 要不然就助攻 而且现在在场上 新疆队这边内线 就很清楚 因为你广东队啊 内线身高不足 所以周琦和范子明 那边可以 就是多打一打 又是马上布鲁克斯 风距离没有 曾凡日犯规了 曾凡日的犯规 在拼一抢这个篮本球的时候 曾凡日有一个拉周琦的动作 对 因为已经到了一个犯盘的状态 所以这次犯规呢 直接送周琦上篡球线 对 广东队里边 封线是上维姆斯 另外后卫线上的上徐杰 这样其实啊身高就更矮了 之前的几场比赛 维姆斯的状态打得有些挣扎 直到上一场 广东 打山东的那场比赛当中 维姆斯有点复苏了 得到25分 5个篮板和4个助攻 维姆斯的回归 对于广东来说 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周琦第二罚友了 罚中之后呢 新疆队是守一个全场 但是你要是全场守广东队啊 这个比较困难 因为他这个阵容里边 持球的人很多 出来跑一个八字 可兰防接球 防得不错 防得非常好啊 对 形成徐杰和增范日的挡拆 徐杰他跑跳 这个球是 面对周琦在内线的不位 对 选择一个高抛 而且其实啊 这个费尔德也就是 谁也不管啊 我就一条龙 一个人冲击了 其实刚才广东队那个 好在什么地方呢 新疆队防得也就很好了 你的所有威胁点 我都让你接不着球 最后呢 你在场上的第四 第五 这个进攻点 徐杰和增范日 由这两个人打挡拆 咱说挡拆厉害的是 这球队里俩球星打挡拆 徐杰和增范日打挡拆之后呢 徐杰果断的一个抛头 所以这个是体现 你这个球队里的这个底蕴 我场上第四 第五得分点挡拆 最后能形成得分 是 这一波必须要夸一下杜峰知道 你说上个赛季能拿总冠军 而且又培养出了徐杰 胡宁轩 王兴凯 然后呢杜润旺 增范日 包括万圣伟 这一波的年轻球员 你说多厉害 对 新疆队赶紧退房 这边呢全场 还是被这个赵瑞的速度一下破掉 毅建连重新回到场上 看接球三分 果断出手 三分质数 我说什么来着 第一个啊 你刚才说五个三分球 五个三分球 五个三分球保底啊 大家数着 已经一个了 球队少出来 好球 周琦很灵活 给抵脚 可兰 要是可兰的三分球机会 赵瑞在观察上 对 新疆队退得很快 看一下维姆斯 三分球没有 稍微短了一点 对 这第一节啊 双方体能消耗其实都挺大的 看一下周琦 看下周琦 好球 非常漂亮 因为在这个国际赛场上呢 周琦的这个 远距离三分球啊 是一个拿手绝活 是 他是习惯了投这个 NBA那个三分球 好球 过来之后 徐杰在里脚还了一个三分 徐杰今天连得五分 打得真棒 周琦 在里边篮板啊 注意 力道大了一点 对 底下动人望的 顶着还是非常的努力 看这反击 对 这个传得不错 还是找徐杰点起来 徐杰点起来 抛头 没有 稍微差了一点点啊 差之毫厘 失之千里 徐杰那边给底脚 又是可兰的机会 好球 两边在这段时间 投出了非常高的 三分球运动率 可兰投中了三个中点投了 对 投丢了两次 你看这个效率 还是非常高的 打得太快啊 稍微的慢一慢 这边迷姆斯 底脚 注意吧 过渡一下 八秒钟 赵瑞 直接投了 看见还是费尔德啊 拿下篮球之后 快速推进 底脚又是可兰 漂亮 三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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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能不能滑一个 短了 短了 他这个费尔德啊 这个攻防转换间的冲击呢 给狗农队这段时间 制造的麻烦挺多 看一下杜峰指导 怎么来调整 打球棋 顶开 阻挡犯规 李建连这个球啊 在接球之后 三分线外先做了一个停顿 对 这个停顿呢实际上有一点要投篮的那种假动作意思 对 然后突然顺势走底线 对 跟周琦发生对抗的那一下 捧住了劲 对 而周琦在移动过程当中啊 虽然是有这种被撞倒的这个动作啊 但实际上他是在移动过程当中 对 因为在国际篮连比赛里啊 对于这个进攻犯规的判罚 他是要看你有 是不是在进攻球员的突破路线上 那周琦呢刚才就是显然差一点 维姆斯出来和一锦连挡差一锦连下顺 好球 很巧妙啊 他知道后边唐才玉在造他的犯罪 你看唐才玉都已经开始准备捧着劲 你碰我我就倒的那个状态 因为已经站在合理冲撞局以外 我们来看一下这球啊 唐才玉 然后呢义锦连突然走右路 打得很巧妙 这球没有问题在启动的 是先运球 再启动往里突这一步 因为刚才呢 新疆队里边是有一个移义 说义锦连走步了 但是通过这个慢动作回看来看就是 我在突破的 这个突破之前的运球 然后我才抬脚突破 提前进线 这是两分有效 加阀也进了 义锦连现在是 怎么回事 义锦连现在已经是拿到了8分了 4832啊 算好 上足 这个速决算得很快 那 acc laugh 义锦连 涉锦连 这边呢面对的是杜人望 里边有一个错位 哦 这个是个不错的一个转移 但是这边呢 王星凯 王星凯的犯规 阿布图沙拉木直接对位王兴凯的话 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错位 现在新疆为什么说整体性打得好 所有的球员都有非常高的参与感 而且大家打球不是说有绝对主攻点 而是根据场上谁在对位当中有优势 他就是主攻点 所以我觉得阿吉江指导 现在给整个新疆队带来的就是 大家特别高的参与感 而且打的是整理性 没错 你像以前亚当斯 胡莱切 砍分高手 但整个新疆队打得有点那种散 当然能打出高效率的比赛 但是有些时候队上强队差就差这个 大家摸不着球 主观的东西提不起来 就是进攻全都你来了 我回来防守 续节这边还是绕八字 形成维姆斯和郁锦连的挡拆 唐台宇的过度防守 维姆斯在上线接球做交叉步的时候 双手推在了进攻球员的身上 就这一线 对 两只手如果同时在进攻球员身上 这个赛季吹金融手部的犯规是非常多 没错 非常严 这国际蓝联的规则其实是两年之前大框架下来 尤其对于像媒体 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hand track这个吹法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咱们裁判就是这个尺度把握 不太清楚是用什么尺度来 打完世界杯之后大家都知道了 是 打开范子铭出来看一下吸热 前面是杜仁旺的防守 吸热的三分球没有 王天凯收下后掌篮板 来 维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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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阿布萨拉姆 那切好球 漂亮 阿布萨拉姆 太棒了 你看这个球 直接用单手一打 打给了范子铭 这个确实体现 那个运动员在场上打球 非常聪明 境界越来越高了 对 还是维姆斯和一锦连的党差 维姆斯 维姆斯 维姆斯做了一个假传球 对 忽然干嘛 阿布萨拉姆斯 请求暂停 37比33 新疆队呢 是请求了暂停 这个第一节呢 还有一分十秒的时间 或者到你觉得 二到这个暂停 它的这个 意图是在哪呢 其实还要解决在最后的时间段 能不能够把比分进一步的破进的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呢 因为现在呢 一分三十秒 一分十秒左右的这个时间段 如果理论上来说 两队都有 差不多就是三次的进攻机会 三个这样的来回 而对于新疆来说 那他可能就有两个 对 一攻先要取分 再加上一防 但是呢 当然我相信广东队不会说 哎 就大家输好了就三个 他可能会抢一攻 对 然后呢 对于新疆来说 这个主攻点能不能明确 能不能去突到内线 现在整个 包括西尔丽江 外线的手感都很棒 对 能不能找到一个外线投射的机会 现在场上比分是37比33 而且呢 这段时间 威姆斯的中距离 对于新疆队来说 杀成太大了 就是在这个位置 范子明要防上去 不能够总在后面退 如果说你退的话 威姆斯这种中距离 你行不成防守干扰的话 让他投一个进一个 那对于整个新疆队防守体系来说 伤害太大了 对 所以这一点 范子明要防上去 这个威姆斯呢 和马尚布鲁克斯两名球员 范子明 就是风格不同 马上呢 他还是比较追求我攻到篮下 或者三分球 维姆斯呢 他的这个中距离 以及他的冲击力 是相当的出色 还是破广东队的全场防守 不让菲尔罗接球 希尔利江和范子明打挡拆 给出来这边可兰 机会 唐三月 对 差一点 可惜了 对 唐台运上一场比赛得到17分 五投四中高效的一个表现 对 这一场比赛希望有一个延续 贝姆斯不分好车 费尔德 正好在传球路线上那边 漂亮 制造了王兴凯的犯规 我感觉他那个一路下来啊 就跟要摔了似的 这个就是什么呢 小腿摔的临界点 小腿紧刀啊 他这个速度非常的快啊 王兴凯刚才是在他的身前啊 王兴凯刚才退房的时候在他身前 然后他是从 超越 对他是从侧面超越了王兴凯 然后两人有一身体接触造你犯规 这叫什么外道超车 强行并线 然后呢制造你后车追尾 你看我这个 对对可以 你可以去交管所上班 16秒钟 看一下广东队这边的进攻 小哥给大哥挂掩护出来一紧连 假挡拆 直接中距离出手 短了 贝姆斯的灵魂性可以啊 出来再激热 跳球 三分命中 那这样新疆队呢是在 完成了反超 最后的八秒钟实现反超了 阿迪扬知道这个展厅叫的太有价值了 好球啊 再反超回来 压哨目中 压哨打平 双方是以39平的结果 进入到第二节 这是一个叹为观止的高分 好那咱们先把时间交给后方的演播室 20多比20多 有的时候甚至是21比20种比赛也有 但是这俩队在单外圆的情况下 打出了39分的高分 两支球队 场均得分 在联盟当中排第一第二 对 新疆要优于广东 所以呢今天高比分啊好看 维姆斯的终极林有了 三个终极林 第二节呢新疆队这边看看怎么解决维姆斯和马尚布鲁克斯同时在场上的这个问题 周琦 周琦 漂亮 又漂亮 阿布图沙拉木 护球动作做得非常的完美 赵瑞 上台之后呢赵瑞直接中距离拔了 可惜啊 阿日在跳高点真是一个不够 对 好球 可惜 最后没有终结 但是这个假动作做得非常逼人 上球真快 对 马上 马上 两个防守人 对 而且他能够找到出手的缝隙 是在两个人防守者的之间找到的 没错 真厉害 他这个广东的这两翼齐飞啊 就是太厉害了 维姆斯冲击 然后马上呢他是这个灵动 好球 好球 过来之后 同样也是利用外援的速度 第一位 任俊飞对上希尔丽江 这个可以打啊 有优势的 希尔丽江虽然手部没有犯规动作 但是他有一个身体前倾 用自己的胸部 躯干部 去过度推挤一个进攻人的这个动作 对 规则上这个是不允许的 你看啊 他用胸和躯干部 这就明显重心是往前移了 是 而且每一步啊 他在都在用下盘的力量去协助上身去发力 对 对 苏伟 哎呦 这个是个进攻犯规 任俊飞 顶倒了希尔丽江 你看啊 这有意思 人俊飞是四范了 而且希尔丽江是你想的 你看你在进攻端造我一个防守 我回来造你一个 我造你一个进攻犯规 对 非法掩护 希尔丽江的经验啊 他其实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打境界的年龄段了 没错 而且你看他在广州的这个作用 跟新疆比起来 新疆的作用太大了 而且这个球啊就是 给新疆队带来的好处太多 首先呢人俊飞四范 这是给广东队最大的打击 然后呢第二点是 这球打完之后一简连马上要上 是 就是说我在推迟你一简连上的时间 所以这么一换呢 在场上是移动速度相对来说慢一些的苏伟 这个对于你的小外援这个 对于小外援的发挥啊 也是有好处的 苏伟速度慢 不过来速度慢 这球还是失误了 看那反击 真漂亮 好球 你看 这就是你只要是苏伟在场上的时候 我小原速度优势一下就发挥出来了 四十五度挡拆 又是中距离 算了 又有费尔德的速度啊 不进的话呢 这边新疆都有反击 分享球做得不错 宝东队快速地退回来 破坏了对方的反击 席尔德的速度 席尔德的速度 好球 席尔德的速度 周期双手暴扣 这个配合呢 非常非常地清晰啊 所以啊 就是我对你说 这个就尽量啊 席尔德的速度 上苏伟肯定是一个被迫的选择 是 但是尽量让苏伟在场上时间更少一些 赵瑞这个身体对抗真强 对 先来看这个助攻暴扣 同志东队队全场球 刚才那球呢 苏伟就是 我的防守面积啊 没有办法干扰到希尔利江 我只能往过去补防 过去补防之后 我身后是威胁更大的周期 拖 好球 布洛克斯单手的抛头 这太漂亮了 单手起球 单手出球 席尔德再出 没有 威姆斯的速度 前场的4的2 提角赵瑞的3分 好球 广东队呢再一次反超 两边 两边交替领先啊 已经是有三次了 3分球一个12中6 一个11中5 都打出了非常高水平的进攻 费尔德 骑马射箭 真厉害啊 这个技术 这个是广东队的后卫拳没防过来 费尔德跟马尚布鲁克斯用的一些技术 往往是我们都不敢用的一些技术 这些动作 看着怎么样 篮板 苏伟把周琦顶在了身后 穿着好啊 到篮下跳了 赵瑞助攻王兴凯 对 这一波呢也是把周琦调动得够呛 左边苏伟 右边王兴凯 广东队这边还是准备上一键联了 周琦 三分球空位 好球啊 空心入网 三分民众 这个球就是针对苏伟移动慢的一个特点 新疆队呢这个已经打了一截多啊 已经投进七个三分球了 周琦三分球是三中二得了十四分 赵瑞 挡拆挡完之后啊 就是苏伟这一点呢没有办法形成威胁 再给熙热 空位 果断 漂亮 这个比赛太好看了吧 第八的三分球来了 新疆队是把上一场比赛在乌鲁木齐的手感带到了东莞 布洛克斯 哎呦 没切掉 苏伟很聪明啊 不强打 赵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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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漂亮啊 广东队这边呢也投进了六个三分球 五十六比五十三 新疆队是暂时领先着三分 广东队请投暂停 排队 嗯 排队 马海 抖 四 啊 五十六 哎 四 四 小伙子 别拍了 别拍了 宝田 你这不行 还拍这儿 你这 宝田 谢谢大爷 走啊 回去再练一轮吧 走 谁怕谁啊 快快快快快 你快回来 快快回来 快快快快 这个比赛呢 因为打得太快 双方的这个得分太多 所以真的是解说起来容易缺氧 一场比赛废掉两个解说员 两边呢 你老觉得说是不是应该慢一慢了 因为体能可能会到一个极限了 永远不慢 然后还保持着非常高的命中率 贝尔德得到18分 现在新疆队是全滑斑 贝尔德下去休息了 这段时间对新疆是个口感 好样啊 曾丁旭 出来里边唐财玉的三分机会 好球 唐财玉真不错 对 现在贝尔德下去休息之后呢 是曾丁旭打空球后卫 过来 手机手 一锦莲再和维姆斯挡拆 给空中接力 对 希尔利江的防守位置啊就是 好球 周琦盖掉了布鲁克斯 这就是周琦控制面积之大 对 王兴凯的犯规 刚才希尔利江的这个防守位置 其实控制的也不错 就是让一锦莲的 这空中接力肯定是接不成 然后你要是想起跳也比较困难 就像马尚布鲁克斯这种节奏大师啊 面对这样的这种封盖面积 他也没办法 对 阿布莎拉姆 其实啊 远距离三分 这个出手偏的比较多 李建林正面突走起 分体脚 周琦盖很有经验 直接切掉了看这反击 制造了王兴凯的犯规 这球是要给罚球了 沈江队全滑斑 一点也不落下风啊 对 该打打 该防防 胡明轩啊 这个球 对 周琦盖切的一点毛病没有啊 对 他在保护球的时候 都是在注意防守人吸了一僵的这一侧 对 没有想到上线有曾丽旭突然下手的这一项 后卫线上的广东队是把赵瑞再换上来 赵瑞这一项上来 其实换人非常重要啊 王兴凯也自犯了 你们看打的时间不长啊 上来之后这个 这个犯规评刺还是比较高的 那广东队在上场比赛 遇到的这个犯规问题不少 是 曾丽旭是来自于清华大学 是我们CBA当中啊 嗯 嗯 比较早 展露头角的 COBA球员 对 然后呢 转到职业球员的佼佼者 哎 提前进限 这边吹了广东队一个提前进线 曾文区还要再罚一个 斯多克斯戴着一顶牛仔的渔夫帽 其实在赛前的时候 斯多克斯也热了热身 穿着这个长袖热了热身 但是那个状态就是打不了 因为感觉脚粘地都非常的困难 足底筋膜炎 怎么样形容足底筋膜炎一种感觉呢 就是像鞋颗里有一个网球 你搁着你的脚的那种感觉 就是足底筋膜炎的感觉 刚才曾凌旭罚中之后 新疆队已经是领先到8分了 看一下马上 希尔里江的脚踢球尾力 我突然想一句 鞋颗里刻一网球是不是有点大 算了就改成石子吧 高尔夫球 对对对 肥姆斯 一对一 阿姆斯拉姆防得不错 一点没失位 看一下新疆队的反击 曾凌旭给出来 昂财玉又有机会了 这球被广东队干扰 一紧连篮本球下来 马上直接冲框 好球 发生生理对抗 你看他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出手 那一瞬间 那一瞬间如丝滑一般的柔顺 这真是见功夫 菲尔德下了之后 新疆队是有一些阵体进攻了 要不然刚才都是菲尔德一条龙冲到底 再选择头还是船 一对一 阿姆斯拉姆打 这一下赵瑞这个盖帽之后 强硬的犯规 下压之后这个动作有点大 阿姆斯拉姆一个非常漂亮的前转身 过掉了赵瑞 起球的一瞬间 看一下 这是赵瑞的第一次 下压的这一下动作 首先是会被吹犯规的 另外这个连带的动作 有可能会造成对手的受伤 他一下打脸上了 刚才您说的保护好自己 保护好自己 又打了第二下 英俊德相貌 结果又打了第二下 阿姆斯拉姆作为CBA历史上 第一个进步最快进步球员奖的 获得者 上个赛季打得非常非常的不错 对 而且真的我们对他的评价 就是又帅又能打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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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第二阀不中 短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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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东西望接一下 一见连 好球 传的其实球速不够快 但是你注意 希瑞里将那个防守角度的控制 就是他可能 一见连的中距离 他可能不能直接把这球断下来 他升高业也盖不着 但是我能让你起不来 哦 防守端的犯规 对 虎明轩拉手犯规了 嗯 曾立旭在面对虎明轩的时候 他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自己的经验 以及自己的对抗能力 对 去吃虎明轩 哦 换徐杰 新疆队呢换上了可兰麦克 可兰在第一节比赛里面是拿了11分 三个三分球加一个场两分 就投丢了一个三分球 啊 非常高的一个命中率 而真的要必须给大家介绍一下 可兰麦克现在在CBA三分球命中率 他是第一高 哎 场均的是69.6%的三分球命中率 对 对 义连这一下没抠下来 看一下周琦曾凌旭的中距离 没有 篮板 马上 哎 广东队这边一侧啊 又形成了快攻的三打三 义连把篮球拿下来 今天阿联篮篮板球是没少抢 徐杰啊 差点啊 哎呦 他投了要不然就传啊 看这种节奏 哇 哇 压效 好球 杜仁旺 马上出手的这个精准度啊 分秒不差 对 挺好的 这边呢 吃了周琦旭一个 回来之后 好球 阿卜杰拉姆单吃了杜仁旺一个 杜仁旺没有顶住啊 对 这就是任俊飞啊 犯规多的给狂动队带来的影响 赵瑞是真能突啊 人群当中杀至一条血路 赵瑞 赵瑞 今天承担了广东队里边费尔德的角色 军中队一堂队请求换人 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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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瑞克在做一番交流 而且两人友好的机长 对 啊 这种沟通是非常非常的好的一种沟通 嗯 没有互相的埋怨 但是指出场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嗯 并且呢你看一个敢说 一个愿意听 这个我相信都是阿基江知道带给这支球队不一样的地方 对 另外呢在这里也想讲一下唐才玉 唐才玉本来呢家庭条件很好 这个赛季都已经想退退了 嗯 然后呢因为两个赛季没怎么打球 但是阿基江知道做通了唐才玉的这个思想工作坚定的留下来 而且你看唐才玉现在激活了 对 这我觉得都是阿基江知道的 本身啊就是一个运动员你在一个联赛立足啊 你得有自己的绝活 因为唐才玉其实本身他就是一个投篮很准的运动员 是 就是他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缺点 比如说身材 哎 好球啊西伦璃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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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轻松就进去了 这个易建连是提上来啊把后边给漏了 威姆斯 易建连中距离 好球 好球 长两分 电阵队中期的防守 现在的距离CBA历史得分榜的挺检还有22分 蓝板 哎呦 这球 哎呀出界了 多人望 这个也是属于杀红了一点了 因为啊杜仁望在场上他是做这个细活的 是 他是投篮的 但是呢今天由于任俊菲的受伤 他得去做很多粗活 他很要去做很多使用力的使力气的活 所以呢就是一时没控制住 漂亮假动作 西射 漂亮啊 西尔利江完全骗过了多人望 对 哇 西尔利江这个假动作做的你看幅度非常的大 哎 对就对于多人望来说呢平常这事可不是我干啊 啊 就有容易用力过猛 好 威姆斯 中距离 没有 蓝板球自己抢到 漂亮 一个好的投手不会在同一个点头丢两次 威姆斯的这个中距离非常的不错 哎 球 肯尔德上来之后呢肯定队还是全场限制 上场比赛最后的两分钟 西射就进来了 好球 西射现在这个打球啊真是透着聪明 无论是攻还是防在场上这种 哎 这球是两分算了吧 感觉是有点下落了 但是呢新疆球员有做挑战录像的这一种 对 这个动作 具体怎么样呢看一下 看一下 好像是粘了点板吧 先粘的板吧 如果说同时粘到这就是一个好帽 对 但如果是先碰板我再碰着球 因为这是属于一个盯着板了 对 先碰板你怎么碰也没用了都是两分算 就是看是先碰的板还是先碰的手 对 球是无辜的 球是无辜的 我给你两分算 两分算 两分算 上场没打完啊新疆队得了70分 菲尔德冲击易见连被干扰下来 走步 在摔倒的时候没有出球 对 所以是一个走步 这球呢阿联控制得非常好 没有给你造犯规的机会 一分半钟 一分半钟 放一个冷剑 阿布图沙拉木给出来 走步骤一晃 走步骤一晃 后面有人补了 看希尔利江 手机手再给 这球啊 这是你看这是任俊飞上来的作用 那另外刚才新疆队的这个进攻啊 其实阿布图沙拉木不应该再往里切了 里边有一个周旗了 你俩人呢站一块 是 球传出来不知道是给谁的 之前呢跟广东队的一个管理层 聊了一下 这球是不是也干扰球了 因为是打到了篮板的侧眼 不是正面 不是正面 之前呢是跟广东队的管理层聊了一下 管理层也说啊 就上个赛季的比斯利 如果跟威姆斯比起来 那比斯利进攻能力方方面远更好 对 但是为什么选择威姆斯留下来 就是因为威姆斯跟大家的融入度更好 对 所以我觉得选外员啊 给CBA所有球队的管理者一个课题 对 就是你看着他很好 但他适不适合自己的球队 对 其实才是选人的最重要的指导 当然呢 就是 你也 真的很难选到一个百分百很好的这么一个人 就是很合适自己球队这么一个人 因为这个 NBA那边 星期是水产朋友 对吧 咱们这边呢 咱们这边又出现了一个什么呢 非保障性的合同 非保障性的合同 咱们那边星期啊 就是说 当时越来越规范这是好事 是 但是呢 对于俱乐部千万元来说 可能会稍微的困难一些 看一下佩尔德 进来 挑战一键连 没有 哎呦 一键连透明啊 规则内的 后来维姆斯想溜身高打 底脚 胡米轩 篮板球被赵瑞拿到了 这个球阿布图沙拉木没有做党人啊 没有观察到后面的赵瑞 传到 一线溜 快出手 漂亮 胡米轩 真棒啊 胡米轩 三十秒 两边还各有一次投篮机会 广东队现在落后的一分 踩而到头 有了 李杰联 又想往外打 但这个球没打招 对 十八秒要控制下来 很快 顾曲下来 这球反正对方已经三个退下来了 你就算快也不能快打了 是 十秒钟 八秒 先反规 阿布拉莎杰 á布很聪明 aways翻队做出了无效的 但是马尚布鲁克斯认为 我在运着球 起球的那一瞬间 这个是一个合理的出手 这是马尚布鲁克斯这样认为的 我们看一下裁判员用不 要通过回看来确认一下 马尚布鲁克斯 两只手指像两个穿天猴 画出了一个正方块 那个动作就是说挑战录像 对 你还别说 他这个动作还挺连贯 真连贯 下意识的反应 听到赵车的力哥往外头 感觉异动员 其实这个反应能力 也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 赵瑞 超远距离 错有错着 马尚布鲁克斯 最后是在篮下二次进攻打击 那这样上场比赛结束 72比71 新疆队是暂时领先着1分 我们会有稍微落后1分 OK 确实是一个非常缺氧的上半场 两只球队打的速度都很快 进攻的成功率都非常高 这应该是本赛季到目前为止 打得非常精彩的一个半场 和霍权制导 在广东东东莞银行篮球馆 给大家带来一场比赛的现场解说 上半场比赛的新疆队是72比71 暂时领先着1分 两只球队都打出了非常高的这种进攻的水准 是 新疆这边的命中率高达57% 而广东这边的命中率高达52% 换句话说 投两个球就近一个 所以这个比赛太好看 对 新疆队第三天比赛的第一攻 出来 有可能还是周琪要持球 一眼来防得不错 对 周琪打一线连 甲转身 这个上篮的力道大了一些 对 第三天上来的广东队这边 没有让任俊飞先打 让曾凡日和易建连搭档内线 机会 可兰 好球 可兰第四个三分九 手感保持住了 运一步的急停跳投 对 上半场比赛 可兰几乎在三分线外 没有浪费机会 全联盟三分命中率低高的可兰 现在几乎是弹务去吧 对 高达百分之将近七成 对 百分之七成 这是什么一个数据 马上 出周企业这球被防下来了 易建连对菲尔德的犯规 菲尔德上半场打了20分钟 得到了20分 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数据 当然大家非常关心的易建连的得分 上半场是10分 距离朱芳雨的这个记录还差31分 距离破还差21分 距离破记录还差22分 那这就需要易建连下半场在进攻端大爆发了 当然还是咱们开场所说的那个记录是在其次 广东队今天首先要努力在主场赢球 周琪 阿姆多莎阿姆 周琪出来错位打雷姆斯 阿姆斯三秒钟要投了 好球 漂亮 鸭哨命中 而且这群周琪这个下半身是用了力了 马步扎得非常稳 最后利用身高投了梅姆斯一个 星象队现在是领先着6分 自己来提高位 因为看不到后面的人 所以不太敢加速突 失误了 防两个强点的接球 新疆队防得非常好 必须要上任俊飞了 对 任俊飞跟易建连是最完美的一对搭档 两个人都有射程 而且两个人都会传球 对 中阶能力都非常长 上半场可以预料到的就是 任俊飞如果不打易建连这边 他的体能消耗 还有他的犯规消耗都会比较大 第三节上来之后两分钟 易建连一行是领到两次犯规了 失误的广东队今天是7个 现在这球 漂亮 单手的空中吉利 于长栋的助攻 少瑞 变速杀进来 任俊飞造犯规 任俊飞一上来 你看广东队进攻端就不一样 甭管是罚球还是运动战 先得分 因为第三节开始以后 广东队是让新疆队打了一个7比0 是 任俊飞的活动面积非常大 低位有技术 高位有射程 对 然后突进来还会传球传给易建连 第一发没发进 我这一波夸得有点过了是吗 就是不知道怎么说 先得分 第二发民众 万声伟 应该注意他的戒指拍卖的事情 万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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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之后的广东队手离个联防 万声 二三 万声 万声 飞得直接拔了 任俊飞上来 这个篮板球又造成了新疆队的犯规 对 他在上场的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已经造成了新疆队两次犯规了 对 这叫什么 百英必有果 你怎么知道你的报应不是我 就是任俊飞也吃到了自己很多犯规 对 但不是他造成了对手很多的犯规 没错 高低位里边的掩护 这杀了一个回把枪 漂亮的一个加速 对 突破停 再突然起诉 这个技术动作运用得很好 低脚可兰的三分球没中 雷姆斯出来 放空 对边周琪 周琪奋力地补过来了 雷姆斯停球了 看一下马上 9秒钟 伊杰连在里边要位 后面于昌栋在防 伊杰连金机独立 好球 好球啊 今天的第12分 首捷就得到了8分 对 当时你做了一道小学三年级的数学题 4 8 32吧 我们继续累积这个分数 因为距离创造纪录又进了一步 对 广东队还是联防 阿杜莎拉姆 转到底角 里边菲尔德 不分 打得很耐心 打得很耐心 但是回来之后 第一件联系 你看他在内线的这种防守的范围 威慑里非常强 赵瑞 里边 其实还有机会去给亦建联单打 空位 这球投在了篮板侧檐上 对 这球本身赵瑞所处的位置 就是在 处角度 对 看一下这球 阿杜莎拉姆的三分 也没有 篮板球下来 可以看看亦建联的反击 这个 两人防守关门 关的是真严实 对 你要想破门而入 那你只能摔出去 对 而这球是盼了投篮犯规 余长洞 其实 余长洞现在这个犯规也是三犯了 新疆队这边 佩尔德 余长洞 还有阿布图沙拉姆是三个犯规 刚才一剑联是赏了周期一个麻辣火锅 威姆斯的第一罚命中 这边广东队是准备上苏伟 两罚一中 这球周期往出打的 其实两边新疆队的球员有机会拿到这个球权 把这球保护出去了 一剑联的上场时间就非常固定 对 一般第一阶或者第三阶 就打一个四分钟左右的时间 然后让他去进行一个休息 新疆队是换下了周期 换上了范子明 两名教练员也在利用人员的调配 这个运投帷幄 特别挡拆 维姆斯 给出来任俊飞 点一下 制造了于长洞的主导 于长洞这样也是第四犯了 所以你看 因果你可以造我 我也同样可以造你 对 没有出手空间 强打 他就马上这个落点判断 10秒钟 还是玉长洞在防 马上进来后头 篮本球 新疆队把篮本球下来 看一下推进的速度 好吗 菲尔德 这球是 反规了 防守反规 菲尔德一段时间 在场上的存在感 并不是特别的强 对 因为一手联防 他往前冲 一个广东队的命中率高了 菲尔德没有冲的机会 另外一手联防 菲尔德挺难受的 好 79比77 这边广东队是请求了暂停 我们可以看得出 这个77比79两分的分差 但其实整个的第三节目前为止 两度的速度 其实比上半场慢了很多 对 减慢了很多 确实一直那么跑 不可能一直是全速的 总是要慢慢减下来 所以到最后就是比这个 谁的失误更少 谁的成功率更高 没错 这段时间其实两队整体的 投篮命中率都不高 一个是我觉得体能上 在第三节刚开始 肯定会出现一个极点的情况 两队需要把这个时间先度过去 那此外其实就是 目前整个情况来看 几个重点人 两队其实抓的都比较的好 并没有像上半场一样 有很多的角色权势站出来 上半场像可兰投中了很多三分之后 上半场其实加强了对他的防守 可兰在面对到这个联防的时候 其实不太好的 在拥有太多的空位出手的机会了 上半场因为盯人 可能有一些防守被收缩 导致他有一些空位出手的机会 下半场换成联防之后 好像整体对于新疆队来说 考验会比较大 对就是 岂能下降带来的这个命中率下降 这个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所以就是 到下半场就变成了 可能另一种节奏的这种 攻防的这种比拼了 主要是这个看 防守的强度 到底谁能够上得更好 没错 我们也是交还给前方 继续来看比赛 广东队没有换人 来看一下新疆队刚才攻广东的联防 攻的不是非常的成功 看一下暂停之后 是不是 阿吉江知道能够找到一些破解的办法 广东队里边还是联防 三分线外的犯规 任联菲第五犯 任联菲拿手分盔 西尔丽江赛就三次 王范 西尔丽江打得非常聪明 来 西尔丽江 就是她这个意义 不是仅仅三分的意义 再来看一下 这个确实是 首先一点 点了一下西尔丽江的走步 轻轻的 一丢丢碰到了 另外在落地的时候 两个人身体还有一个劲力 对 这个就是侵犯了投篮进攻球员的原路 而且西尔丽江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投篮动作 已经做出来了 还不像说我去故意造你犯规 就是上不上马上那个 我靠我的反应能力 是 反应速度快 一看你要犯规了 然后做一个投篮动作 西尔丽江是我的投篮动作已经做出来了 刚才的阵容 广东队是占优的 对 对 因为从苏伟 这边的队位对范子明 然后呢 其他两个外援的这个队位 马上布鲁克斯是防 可兰白克 威姆斯当时是在防菲尔德 对 然后几个位置都很 就是都站着一定的一个优势 但是呢 现在任俊飞一下去 现在又形成了势均力敌的一个状态 哦 樊子明大帽 穿得好啊 漂亮 反击打进了 费尔德空中的这个折叠 哎 这球是正好打到了马上的脚上出了底线 是 王欣凯啊 在那个位置 你如果选择底线突破 正好是撞上马上布鲁克斯 马上布鲁克斯 第一反应是你把球传出去啊 这如果说要 传到上线这个机会再去做一个掩护啊 如果说要打一大四小的话呀 场上呢 看看要不要让一简连回来 因为广东队现在这一大四小这个阵容啊 太吃亏 里边既没有防守面积移动速度 是 外边呢也没有这个 就是 身高啊 好球啊 你看这边就是让人吃了一个 86比77 这一期新疆队呢已经是领先到了9分 广东队请求罗探停 可以 可以 外边 2加1大 Athletic 这边冲心一两棵冲锡 好球 为了这边节奏长得非常好 好 好球 好球 他必须得在这儿 书记来好球 那个 有时候换他下来 你到四号位 你可以四和五号位打档 你拿手 你得过 然后这样打一会儿 一会儿的时候我换你上去 他打到四号位 帮他 你们两个打档 把他给下水 帮他 帮他 打个轻车 打个轻车 两个八号就赶快点 下一个走个八号我们赶快点 好的 再说一句 放手啊 对不对 进排进排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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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我们组队 再次的关起我们主场的宣功 欢迎的论席 都拿出来 广东 出面 准备 冬队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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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回来 主要看一下广东队里边的人人调整 换上了杜仁旺 另外苏伟仍然还在 上杜仁旺就是我增加一下高度吧 至少说我在风险上增加一点高度 因为刚才都仁旺这个位置是王兴凯 你等于场上算上马上布鲁克斯三个后卫 最后七秒钟新疆队防得很有攻击性 赵瑞突进来 有 好球 好球 赵瑞是硬生生地突过了贝尔德的防守 他这个突然降速然后再突然起诉这个招 还真是非常厉害 西热 四秒钟 拉出来强打大 前面杜仁旺在防 西热 看着好像要进来 很像 半分钟下来是苏伟和余昌洞两个人抱在一起征求 习惟 好 去跟光顶导 Edmund BC 苏伟 苏伟应该 因为也在新疆队打过球 跟大家关系也都不错 compact 但是呢 在场上就是对手 每修必争 看一下苏伟这一下来还是真的 真掩护 真掩护 好球 赵锐 去年就是主场打新疆 就是赵锐大爆发 看看今天 41分当时 对 看今天广东队 在目前比较困难的情况下 赵锐能不能站出来 今天赵锐是拿了17分了 新手 这边也是空位 来本球 赵锐拿下来 看这反击怎么样 直接攻坑被犯规了 非常漂亮地过掉了七十滴江 赵锐在面对最后一道防线的时候 制造杀伤造成了防守犯规 这边赵锐连续得分之后 阿吉江指导也是请求了暂停 因为刚才这段时间 广东队其实从阵容上来看 是比较被动的 但是赵锐的这个可以算是突然发力 突然爆发 给球队连续的追分到4分 或者说你觉得就是这个暂停中 阿吉江知道应该如何去布置 对于赵锐的防守 一定是减少赵锐的接球 是最佳的防守策略 另外赵锐在快攻反击当中 他现在遭遇到的直接压迫式防守不多 我们经常要说 当一个球员急剧冲击力和推进速度的时候 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 stop the ball 就是把这个球慢下来 但是现在新疆队没有 要不然就是赌博式的抢断 然后让赵锐过掉 要不然就是对赵锐这个防守的空间离得太远 对 所以现在要去加强这一个点 如果能够让赵锐更多的是拖入到阵地当中 对于新疆队的防线来说 他就稳固了很多 对 另外就是人员上来看 范子明他没有周琦那么大的防守面积 周琦一上 对于这种突破型的一种人 自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新疆队这边暂停之后把周琦换上来了 是 赵锐今天十七分六个篮板以及四个助攻 在易建连休息的一段时间 以及任俊飞领到五次犯规的时候 广东队站出来的是赵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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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一场有了 这个应该是炊了一个提前进线 这个应该是悬了一个提前进线 菲尔德 菲尔德在跟裁判讲 他已经出手了 我就可以进了 但不是 如果你是在三分线外的球员 必须是球碰到了篮框 或者是篮板的时候 你才能够进线 对 如果是站在那圈的这些球员 在出手的时候你可以进 这是一个规则上的一个讲解 你看知识点 可以 那这提前进线呢 等于是典的赵锐一调整机会 对第二阀进了 克全场紧逼 广东是守一个221 新疆破的还是非常的好的 过来之后看一下广东队还是联防 但是这个全场紧逼 也压缩了新疆队的进攻时间 周琪上来掩护 抛头 这一下其实周琪两下都跳早了 是 苏伟连跳都没跳 作为一个地板流的球员 抢的是位置 你看没有 这周琪一上 对于最后赵锐终结的一下干扰很大 维尔德 漂亮 好球 所以赵锐呢 在周琪上来之后 自己也应该相应的调整 上一扭脚 拉开空间马上走步了 又是在周琪的控制区域停球 广东队让一剑联重新回到场上 这段时间说实在话 由于赵锐那个爆发 打了一个7比0挺的不错 其实从阵容上来看 刚才广东队比较吃亏 现在广东队落后4分 这个时候需要太空翼站出来了 第一位 第一位 10秒钟 走起 抛头 这个球投了一个空气球 内线球员啊 抛头这项技术 可能不是特别过关 看一下马上 好球啊 可兰迈克没有办任何的错误 防守没有失位 这个球还打进 对 可兰底脚的3分 欢迎哥 你得2分 我进3分 可兰今天进了5个3分球了 太准了 过来之后 吹发 哎 要还是余长洞的话 余长洞和午饭了 余长洞午饭 所以今天 他和这个任俊飞啊 两个都是 哎呀 就犯规 比较多 是啊 消耗的太大 而且呢 其实新疆队还是需要余长洞的 就是他在 他的进攻端啊 外线是一个威胁 嗯 而且在防守端呢 也够拼 两个人的这个处境啊 啊 非常的相似 像极了 啊 似对头 这直接是对子啊 是 好 宗人王的第二阀有了 91比88 新疆队这边呢 是 哎 换下了余长洞 换上了阿布图沙拉木 阿布图沙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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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阿布图沙拉木 就打到四号位了 哎 看看这个全场警民 有没有效果啊 新疆队克的 还是很老练的 对 可兰 东联防要注意时间了 哎 耐心哎 吸热空哎 最后一秒钟啊 真是耐心 其实刚才可兰那边就有机会可以投了 马上 他给出来 易建连 易建连 哎呦 这是准备罚球线往里一步啊 就飞起来扣 吸热力江呢 是个人的第三犯 呃 新疆队这边啊 犯规比较多的运动员 他是分布的比较广 菲尔德 吸热力江和阿布图沙拉木 是三个犯规 于长洞是五犯 呃 广东队呢 是任俊飞五犯 王兴凯四犯 是 其他的运动员都没有犯规的问题 吸热力江 重回新疆 我相信很多球迷 呃 尤其是新疆的球迷 都很喜欢他 但是同时对他的状态 也打一个问号 因为呢 出走的这两个赛季啊 就是对于吸热力江和球队的 重新融合度 有没有问题 哎 这是一个问号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现场的很多反应啊 就是吸热力江跟阿姿江指导的 这个沟通是非常非常好 对 每次 阿姿江指导把吸热力江叫过来 沟通都特别好 另外一个他在夏天也经过了减重 就因为作为老移动员来说 你减重是延长你职业生涯的一个必经之路 经过减重之后呢 咱们看到希尔利江在场上 他这个做动作啊 移动速度啊 灵活性要更强了 没上进啊 看下地板球的招强 前场的三打二 给周琪 很漂亮 周琪很聪明啊 在做完跳步的时候 你以为他要起球 实际上他送出了一个助攻 这个就是手指手腕一弹的一功夫 马上起码射箭有了 但是他单打的话呢 港队里边嘛 尚和维姆斯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 那就是你回来之后 对于对方的这种防守 因为我们看新疆队啊 今天确实他打得很耐心 而且大家分享球 分享得非常好 东方知道 依然沿用二三连防 里边阿杜萨拉姆出来 可兰 漂亮 可兰迈克的三分球 厉害啊 是 太准了 可兰迈克 对方呢 已经是进了两个三分球了 广东队里边 是不是 可以相应的换一下防守 可兰迈克打成了克雷汤姆森 篮板 贼尔德的反击 好球给远端阿布塞拉姆 漂亮 这边广东队是不是又要暂停了 两分三 还犯规了 问题还 拉大到九分 对 再罚进就输了 十分 要知道第三截广东队是双外援的一截 其实对于阿布塞拉姆这一截的体能消耗也是非常大的 新疆 新疆真厉害 单外援 先是打掉了辽宁 对 然后呢 来到广东 你看 又是表现了非常强的求生欲 加罚没中 这是这节比赛里呢 广东队第二次落后到九分 咱们看一下这个判罚啊 宁建连呢 是造成了周期的犯规 追上罚球两次 宁建连现在是通过 强打 这个在罚车线上的慢慢的 这个获得往回追分的机会 新疆队这边又换上了投手 换上唐才宇 宁建连的第一罚命中 第二罚没有罚中 看一下最后的35秒 阿布斯沙拉木 打杜仁望 再出来周期的三分 没有 但是长篮板 新疆队把篮笔球拿下来 可以把这节比赛时间通完 是 因为易建连扑出去防周期 所以这个篮笔球没拿到 对 断下来了 三秒 三秒钟 马上布鲁克斯 直接从不过来 漂亮 压效命中 那这样的第三节比赛结束 第四节的决战 首先还是要看一下两边 哪边在防守段 能够给对方更大的压力 郭敏轩贴防曾丽旭 曾丽旭 停球了 10秒钟 阿布斯沙拉木 前段 出现了失误 前场的2打1 放手段的反规 马上布鲁克斯 来 看看这个是不是一个上篮的反规 发球两次 还是认定投篮反规了 放球这一下有点大意 收球的时候暴露出来了 其实这个就是 这一下 其实 也是一肘子打到了西尔丽江 但这个确实是犯规的 只能说西尔丽江挨这一肘子 是吃了一哑巴龟 但是正常来讲 他的想法是想造对方的犯规 所以我把脸给过去 但是你下半身 就是你脚步移动的这个事 还是没有交代清楚 所以肯定还是你的防守犯规 但是另外的这个刚才阿鲁莎拉姆的失误 就是球暴露的有点早 你在身边是 这个马上布鲁克斯这样的运动员 经验丰富 是 反应迅速 你不能在他面前把球暴露出来 西尔 赶紧进行赶紧进行战术 没有必要和马上布鲁克斯这边斗气 收起 赶紧进行战术 反克兰这一侧好球 到篮下 造成防守犯规 行 这一支新疆太可怕了 他能够把进攻时间计算的分秒不差 对 就是大家都很耐心 而且呢一直在做分享球 你看球的运转多好 这一下是有个对膝的动作啊 刚才我看 克兰埋克是捕着自己的膝盖 阿布什拉木的第一罚命中 好 两罚全中 新疆今天打得是真好 但是必须要说广东队因为任俊飞这一点 迟到过多的犯规 是伤害太大了 要不然啊 任俊飞呢 长时间打不了 周鹏是根本打不了 对 这个封线上两个损失比较大 好漂亮 马上布鲁克斯 马上 一线前面有防守球员啊 直接拔起来三分出手 接着来周琪 易建连的推人犯规 阿联的个人第三犯 徒兰队主 planetary 一线前面 对人犯规 易建连 新疆队渠赛球员 易建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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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规 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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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想勾阿布什拉木这一点 对 这边 杜仁旺是出现了犯规 在抢位的时候 有一个拉手的犯规 现在就是要看 新疆队是不是还攻阿卜杀拉姆这一点 改为底线球 加油 掉出来14秒钟 希瑞里佳和周琪挡拆 希瑞转远端很聪明 看一下可莱 漂亮 手太热了 手起都落 可莱白克今天已经是拿到了23分了 可莱变为了克莱 太厉害了 希瑞连往内线的突破 左手上篮被干扰下来 三个人加再起 希瑞连造成了新疆队的犯规 radius 小姐 練成了 恶劝 可莱那23分是有一个两分 七个三分 七个三分 没有罚球 那太厉害了 这个出手效率极高啊 顶级3D 这个就是 真实命中率非常高 还有谁 我也是加上什么 今天新疆队的整个球的运转 确实做得好 最后都出机会来了 无论是可兰那边 还是西热那边 你说他三分准 他都不是顶着人 不是说像刚才马尚布鲁克斯那样的 我前面有防守权 我直接跟拔起来后仰 不是这样的 都是说我出现机会 让大家顺顺当当的 好紧 是 刚才挺有意思的一个画面 西热那边是跟杜峰指导 不知道两个人在敌过什么 全场进逼 赵瑞 断了 阿布莎拉木的犯规 赵瑞的速度真快 那边阿布莎拉木的个人也是四范了 赵瑞是被过了之后 他快速的追防 一个回首涛把这个球断掉 对 然后你看 涛过了之后 然后最后造成了阿布莎拉木的一个犯规 阿布莎拉木第二下没有运好 因为其实这个在高速的行进中 是 球员呢有一个心理 就是我失误我被涛了以后 他有些时候会去做一些比较over的一个动作 刚才这一下就是这样的状况 这个时间上稍微有点问题 应该是回表回到24秒吧 还是21秒啊 现场的这个 计时器给的是2.4秒 回21秒 赵瑞整个的表现还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之前也给大家说了 任俊飞过多犯规坐在替补席上 然后呢 易建连需要做一个体能上的修整的时候 那一段时间 几次站出来都是赵瑞 马上 撤步 阿布莎拉木防得不错 好 孔明轩在突分 6秒钟了 赵瑞 没有 看篮板 孔明轩把前掌篮球拿掉 好板啊 孔明轩是新疆人 这是跟自己家乡球队竞争 打得非常的好 6秒钟了 赵瑞这边再给布鲁克斯 报球啊 原来他这两三球是真难 对吧 这俩球都是说对方防脸上来 我歪的把球扔进 横撤步的三分球 两次都是在新疆队已经起势的情况下 马上布鲁克斯利用三分球进行了直血 那这样新疆队呢是请求了暂停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3D战术分析 在那么快的节奏下啊 看一下新疆队的一个牛角 落位啊 战术 菲尔德 给阿布杜过渡一下 手地手再还给菲尔德 挡拆之后 往上线的这一个延误 这是对小万元习惯的防守方式 阿布杜下顺 同时注意底线 范子明 一个空切啊 这个有点像这个 我们看到勇士队经常用的配合啊 往上线 在手地手之后呢 因为都往外抢 这个漏掉了阿布杜 阿布杜 然后呢 这边是直接 范子明空切到篮下 以前呢像勇士队呢 这种球就直接空中接力了 联赛球员偷一块装备 让防守不堪力击 联赛球员偷一块装备 让防守不堪力击 好 好 暂停回来 新疆队的领先优势呢 被广东队已经是蚕食到只差两分了 加油 加油 但是其实这段时间 新疆队我是觉得没有犯什么错误 没错 自己没有出现问题 但是就是马上布鲁克斯太厉害了 是 而且呢在进攻端 一直都是表现得非常的完美 对 参加回来之后 第一下破掉了广东队的前场防守 菲尔德给空中接力 好球 前面的上抢有点太凶了 对 所以造成了自己的老家空虚 没抢着 赶紧退 因为你这个全场防守前面抢不着 后边就是多打手 阿布图沙拉姆过来 三分 哎呦 漂亮 这个斩停之后 新疆队连得五分 五秒 哎呦 坏了 阿布图沙拉姆抽筋 抽筋 这个问题不对 对 这种治疗方式呢 是针对于抽筋的 如果是崴脚 绝对不会把这个脚掰过来的 没错 广东队呢 也是及时请求了暂停 OK 请求分走 我们的阿布图沙拉姆 请留心 欢迎赛 这里证人 张瑞 打击完球 手臂走以后 封锐在这里 然后 张瑞 这个眼后做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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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别停 这给你报 从来厉害 这里有上来的机会 OK 这个时候 我想是需要我们 全球迷 我们的声音的支持 跟着节奏一起来 好吗 声音 接唱 阿布图沙拉姆这边呢 场下接受一下治疗啊 是 就是万幸 就只是抽筋 对啊 今天呢 确实新疆队这边 为了让自己的这个全胜记录延续下去啊 队员们都很拼 而且阿布图沙拉姆是从二号位一直打到四号位 对 弥补斯图克斯不在的缺失 刚才是右小腿出现了抽筋的状况 没错 真是战士 新疆队啊 说实在话是厉害 区区算了一下 顶住了广东队四波反扑 维姆斯在找底角的赵瑞 三分有没有 意见连把前掌篮球打出来 来 任君飞也是回到了场上 任不思 给监联 中距离 蓝本球 再抢一个 广东这边抢到了两个前场板 希热这段时间的犯规啊 也是蹭蹭往上涨 希热应该是个人的第五次犯规了 再看邵锐 新疆伊利特请求换人 西尔利江在落地的时候撞倒了赵瑞 换上唐财玉 换上唐财玉 唐财玉今天 在外线的三分表现还是不错的 对 看看上来之后 但是呢 唐财玉上来之后啊 这个 防守上肯定比西尔利江的经验要差一些 起来 起来 赵瑞 真厉害啊 这个也是极限操作了 几乎没有出手的空间了 不知道你拉杆是怎么拉进去的 人缝当中坐了一个大风车的拉杆 真厉害 赵瑞敢打啊 真不错 看看新疆的进攻了 克兰漂亮 利用一个卷切 杀到篮下的一个高抛打板 克兰今天表现得太好 西建林 这边没人接应啊 重新回到45度的挡拆 维姆斯 这边你看菲尔德 这个菲尔德呢 就堵住你唯一的传球路线 是 这球可能双方 有点争议 这个球是判罚给了新疆 但是呢 广东这边立刻不干了 对 咱们看一下 要不要通过这个录像回放 再来确认一下 船 我觉得这个球应该是菲尔德弄出去的 我的判断啊 我没有带任何的主观性 因为菲尔德在最后他有一个手指尖往外捞的这个状态 而胡明轩他是往胸口收 对 所以这个出现的这个力量的一个 是给了新疆 那我就说 你就说错了 我就 我就 你是分析了一大堆 最后还是维持人态 是我分析的 但是呢 我不代表任何 因为这个从 裁判员 当职裁判员来说 还是听人家的 对 因为裁判员肯定是离得最近的 是 113比106 咱们看一下这球啊 广东队里边应该是要提出挑战了是吗 今天这三位裁判员啊 提出广东队挑战了 挑战了 有意思了 看看啊 我还有机会 我还有机会 说对啊 今天这三位裁判员啊 感觉不太爱看这个录像回放 但是这个事就是大家 觉得录像回放看多了 要耽误比赛 对 让这比赛支离破碎 但是呢 有些争议球 其实我觉得就是 因为CBA已经有裁判 是这样做的了 就是说我有争议球 我看录像 回来之后 我给球迷们解释 我为什么这么吹 我觉得这样 就让大家做到心里都有数 而不是说你这边吹了 这个大家也都认为 你吹的不对 然后这个 在起哄在骂你 这样就对于双方来说 其实都不值 所以看一看啊 我刚才的判断是不是对的 我怎么突然又硬气起来了 因为主要杜峰知道里边挑战了 感觉上是啊 就这个角度来看 像是菲尔德碰的 是不是我说的那个道理 菲尔德是往外捞着一下 而胡明轩是往胸前收着 你这个不是道理 你这个就是 咱们打野球 就像说 他这手是往里打的 我说他是往外打的 我是往里打的 你跟那意思是一样的吗 我看一下这个最后 裁判员的这个判断 但是因为这个角度看 胡明轩是不是也有一个手 在那个球上 是 所以这就不太好算了 现场的MAC放的这个背景音乐 是我最爱玩的一个小企鹅的游戏 对 不是小企鹅吧 是个滑雪的游戏 你可以踩着小企鹅滑雪 都玩过 这个还是维持的圆盘 给了新疆队 我要向广大的球迷说一声 对不起 我错了 所以就是咱们往里打 往外打那套也不好使 7分半钟 现在新疆队是领先的7分 4个人全在前场 你这只要人家过来就是3打2 你看到没有 过来就是多打少 周琪 补拉尔进了 现在新疆队上双塔 对 这样的话 这段时间全场防守 感觉就是有点孤独一致 但是没有效果 主要是 维姆斯那种超难度的一个中距离 还行 这就不那么好了 就是还派胡文轩一个人去骚扰 是 现在呢 新疆队这个双塔用得好 可以维持住比分 任俊飞罚下 如果用不好 这就算用好了 任俊飞六范离场 我的天哪 任俊飞今天 他这个点对于广东队的确实太大了 对 是 其实深背五次犯规 作为他害怕领到第六范 他的防守强度已经会下降 万胜伟要上了 你看任俊飞下 广东队上的是万胜伟 万胜伟上了 那万胜伟会对范子明 对应该对范子明 哎 看一下杜丰之导 这个用兵吧 能不能起到奇效 因为确实一整场比赛 就是在任俊飞这个位置上 因为他犯规多 所以广东队打得非常的别扭 哎 给了一个技术犯规 那杜丰之导 给了一个技术犯规 好 回到比赛 希望运动员呢 不要受到这个心态上的影响 万胜伟一上来 就把蓝本球拿到 看一下维姆斯的反击 造成了可兰白克的犯规 要罚两球 是 刚才维姆斯一防一攻 都表现得非常好 他先是干扰了 菲尔德的上篮 这是他换下马尚布鲁克斯的一个意义 对 就是他能够提升自己的高度上 然后呢 给广东带来防守上的一个加强 而现在呢 菲尔德这一点 其实对于新疆队整个进攻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没错 这个啊 我赛前也在分析 就是新疆现在你看七项主要的技术统计 冠决联盟 对 但是呢 新疆有一个弱点就是他的组织后卫这一块 对 菲尔德1米8身高 偏矮 对 然后呢另外一点 曾利序这一块 状态也是十有十无 对 看看广东队能不能针对这一点啊 菲尔德进来 好球 唐彩玉控制一下 篮板球 好球 王正伟上来之后也很积极 雷姆斯其实可以 哎呦 这球啊 这球其实已经两个人加了 可以选择传一传球啊 六分的分叉 其实真的可以再传一下啊 对 范子铭中距离 这个不是范子铭拿手的 雷姆斯还要自己攻吗 别别别 别别别 这就是空位可以投啊 对 哎呀 杀了 中距离再来 要一个前场板被胡明轩抢到 这广东队里边 米姆斯这两次进攻处理啊 做得不是很好 是 上半场我是不是说过 一个好的投手 不会在同一个点投丢两球 这是 对 万胜伟的犯规 蓝腕球犯规了 要不要把那个谁呢 把马上布鲁克斯再换上来 这维姆斯感觉有点上头啊 维姆斯想干的事呢 就是千里之外取上将手机 杀进去啊 做这些事情 但是现在 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对 而且呢 几次中距离这个出手啊 他现在体能下降的一个状态下 保持不了像上半场的一个命中率 没错 看一下吧 切了一箱 这样破掉了广东队全场防守 你看 多打少 真准啊 白白地让了一大块空档给可兰投了一个三分球 可兰太棒了 广东队牛角 好 万上尾下射一简连提高位 这个传球质量太低了 雷姆斯给出来一简连三分 看怎么样 没有 好 新疆队的防守轮转做的是真不错 对 这个 其实已经是获得了一个不错的出手机会了 就是广东队用队形去换人 换马上 马上必须要在五分钟的时候马上上场 对 而且那马上上来就得投进那些关键的三分球 是 看看能不能马上扭转一个局面 咱俩怎么那么平呢 没有 我都已经脱平了 马上 这球周琦罚中第一罚 如果第二罚再进 今天第一次领先到十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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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也是巧了 每一次领先到十分的这个罚球就不进 是 李建连 还是这边和马上布鲁克斯打挡差 错位了 噢 希尔丽江 你看 希尔丽江也罚下了 希尔丽江是真积极啊 想控制一剑连的五球跑位 对 这个球你看啊 看希尔丽江转身 又屁股顶住周 顶住一剑连 让一剑连无法移动 这个球是一个犯规的动作 两边都有一位球员 也都是很关键的球员被罚出场 现场的MC也是放出了港务区最近 这首歌啊 看一下 易建连的第一罚有了 这一剑连的今天是拿到了18分以及12个篮板 罚球11罚10中 啊就是那个罚球的指标也已经完成了 开手 开手 现在还差13分 但是今天呀可能对 哎呦第一任务 范子明运过前掌 哎这个球徐杰如何 对但是他的任务就是扣防 然后呢 尽量减少小爱人接球 对 看看菲尔德 篮下看周琪 哎呦这个球弹周琪的脚出了底线 哎 周琪的第一反应就是去退防 对 另外新疆队这边也是受全场 哦 差点丢了 是 自己脚后跟上了 康彩玉防得不错呀 马上 哎呦 给出来赵瑞的3分 有了赵瑞 单身命中 这样会不会是 广东队最关键的一波攻击波呢 现在广东队把分差缩小到了4分 新疆队再一次请求了暂停 我们来看一下本场比赛的最佳助攻 这球给到的是阿卜杀拉姆 这个球让我想到上个赛季球哥 给到麦基的一次助攻 几乎没有任何的停顿 直接在空中把球点给到了空间的球员 双手扣篮 来自阿卜杀拉姆本场比赛的最佳助攻 本场比赛的最佳扣篮啊 是不是给到周琪的那个空中接力啊 果然余长洞和周琪之间的双塔连线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助攻 是的 周琪的单手扣篮 当选本场比赛最佳助攻 好 暂停回来 比赛呢 还有最后的4分19秒 比赛呢 还有最后的4分19秒 新疆队的领先优势 再一次被广东队缩小到了4分 这个是比赛过程中的第5次 新疆队顶住了前4次 赵瑞表现太棒了 24分 明年投中了4个三分球了 优势 15秒 15秒 周琪给菲尔德掩护 菲尔德抛头 远距离抛头 马上 速破 喘得不破 爱篮下 学联交差步 造成了余长洞的犯规 余长洞这样也六分离场了 阿联那球打得非常聪明 我用交叉步打你 我站在地上 然后用我的动作去广东 去还你的中心 现在晚上第三个了 所以能看出来这个比赛里边 拼的是如此的惨烈 新疆队罚下两人 广东队罚下一人 当然另外一个 广东队另外一个犯规高的 王兴凯在后面比赛里边 这场后面可能上场机会 不是特别多了 所以现在广东队在场上 犯规最多的是一剑联的三次 好 阿联的第一罚命中 现在阿联的得分 已经是来到了20分 4分钟时间 1点连一个人得12分 那得是一个传奇 话先不要说那么早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但是对广东队来说 还是那句话 先赢球 对 现在广东队把分差缩小到了2分 看能不能顶住第5波 抽齐外线的3分 没有 管了 广东队现在有追平或者反超的机会 直接运着头 马上是真有信心啊 篮板球有拉人啊 这个球 裁判员 准确的捕捉到了 马上运过去之后 做了急停的干拔跳投三分线外出手 然后呢自投自抢 防守端 曾立逊 是有一个小动作 拉了马上的手臂 马上布洛克斯的罚球 第一罚有了 下半场比赛 新疆队是一直压着广东队在打 从第三阶开始领先1分 到中间最多的时候领先到9分 如果马上这个罚球命中的话 双方在下半场比赛第一次打平 两罚球中 中方是赞成了119平 放手 放手 这边找到费尔德 放手 13秒 费尔德和周琪挡猜 放手 周琪呢是制造了万胜伟的犯规 五十一号万胜伟主打犯规 万胜伟的主打犯规 万胜伟的主打犯规 这一幕其实很像一个体育电影 什么 教练也疯狂 就召会了一个体重比较大的 然后不太习惯造犯规的球员 去制造犯规 制造体重犯规 但是在比赛的最后时刻 能看出来就是周琪 他的体能储备 其实打关键时刻 还是会显得有一些 就是体能上不是特别好 是 广东现在目前是一个三空位阵型 徐杰 赵瑞和马尚布鲁克斯 都能控球 这样的话会让球流转得更好 哎呦 滑倒了 三分球 这边 没劲 看一下篮板球的争抢 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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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瑞德 自杀篮下 没有 一剑联碰到了篮板 看一剑联 一剑联这边 哎呀 没有看到 给徐杰 真敢投啊 一剑联空了半天了 赵瑞德 造成了 菲尔德的犯规 哇 这个时刻 生死时刻啊 徐杰作为一个小将 出机会赶投 真是不错的 虽然说没劲 但是能出手就很棒了 上个赛季徐杰就有 非常惊艳的表现 哎 他真的就是那种 天生的敢打敢拼的球员 而且呢 球上很高啊 哎 这球呢 裁判是请求了 及时回放 有可能啊 有可能判断一个围体犯规 再来看一下 篮下这个动作 菲尔德是去切球 因为从身高上来讲 他完全是防不住一剑联的一个状况之下 这种球啊 我跟你说这种球十有八九围体 会升级叛罚是吗 对 你信吗 因为世界杯上我们就吃过这种亏 你说要下手切球 你只要有这拉了胳膊的动作 就是维体 他扒了我 哎 对 对 不能扒了 不能扒了他 看一下啊 裁判应该是有判罚了 一项 媒体 果然升级了 果然是因为这个事啊 打完世界杯之后 全世界都知道不能这么防了 镜头也是给到着赵瑞 看一下一键连的罚球 第一罚有了 扳平了比分 哎 也是给大家回顾一下啊 上个赛季同样是第七轮 广东打新疆就达到了加十 对 那场比赛 赵瑞是41分 对 孟多的绝杀 绝杀 好 阿联的第二罚没进 同样今天是CBA新赛季的第七轮 第七轮啊 历史上的经典是吧 当然不是同一天啊 但是是同一轮 对 出来万尚伟测试一下 十秒钟上来万尚伟给马上布鲁克斯掩护 马上 万尚伟这掩护质量不错 看马上的绝杀好球 好球 广东队反超了两分 我觉得马上布鲁克斯这名球员 他的心率是跟整场所有球员心率是不一样的 就是那么的冷静沉稳 而且前面万尚伟给做了掩护啊 质量也是真不错 翻手 翻手 看一下新疆队里边有没有回应 好球要基地给他拦下 漂亮 漂亮 范子明 范子明 资格抢到了前掌篮板 翻手 真是不辜负杜尔导的信任 里边一剑联的药位 这下有点危险啊 是 因为如果那个撞击啊 可能会造成膝盖的一个反关节 对 因为姚明曾经也有过 这样的情况 是 那还行呢 一剑联这个灵活性还可以啊 没让周琪直接躺腿上 你看看 直接躺腿上 那膝盖就很麻烦了 嗯 一剑联的在第四节比赛里的罚球还是非常的稳定 是 刚说完了 看来 赌奶的不光是我 就是他这场比赛罚了十几个吧 一共罚丢了这是第三个 是 稳定一下情绪 是 第二把罚中反超了比分 两发一走一百二十三比一百二十二 万圣伟这个状态不错 因为之前打了CBDL的那个低类 数据也是非常漂亮 所以也是得到信任 周琪 好球 给他费尔德 费尔德 出赛十五 抢回来了 好球 范子明是真立功啊 对 广东队是球权没有拿到 但是大家都去扎快攻了已经 马上 撤步后仰 好球 马上在最后出手的时候调高了弧度 这就是柯比 他外号不是也是小柯比吗 手提手 费尔德又进来了 费尔德撞在万圣伟身上 一座山啊这就是 反调篮下 万圣伟 积极地防守 董哥队把球断下来 前场的三打一 违级 违级犯规 就是在刚才马上推进的过程中呢 给了谁 费尔德吗 如果两个围体 费尔德 如果两个围体 费尔德 两发一致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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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围体是唐采宇 唐采宇 唐采宇 对 如果是两个围体 就应该被驱逐了 对对对对 第二阀不中 加油 新疆这轮防得非常好 万圣伟 后球 可兰看一下17秒 新加队还有机会 贝尔德进来 要一三分 可兰 漂亮 三分命中 太关键了这个球 可兰又在防一波 要是 要犯规了 犯规了 人员上的优势 没有犯规 这个比赛就没有了 那这样的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广东队是在主场 128比127 一分的分差逆转 险胜新疆队 万圣伟是命中了绝杀球 万圣伟太棒了 128比127 广东万阳队获胜 掌声送给我们球队 1 5 1 2